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追求长寿方面 人们也总结出了很多方法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医学的进步 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从2015年到2022年 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了80.3岁 尽管总体水平和日本的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这也是我国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在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的今天 老龄化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人们的养生保健意识越来越强 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延年易受 提高生命质量 增加生存的幸福感 在众多养生保健方式当中 最简单最方便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应该就是走路了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走路是每天都要进行的活动之一 由于每个人的体质和习惯不同 走路快慢也各有差异 走路快与走路慢的人相比 哪众人更长寿呢 首先了解一下 坚持走路 给人体带来的十大好处 一 走路能增强心脏功能 使心脏跳动慢而有力 二 走路能增强血管弹性 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 三 走路能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 保持人体的形体美 四 走路能减少血凝快的形成 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 五 走路可减少肝油三肢和胆固醇 在动脉壁上的聚积 也能减少血糖 转化成肝油三肢的机会 六 走路能减少激素的产生 过多的肾上腺素的产生 过多的肾上腺素会引起动脉血管疾病 七 走路能增强肌肉力量 强健腿足 筋骨 并能使关节灵活 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八 坚持走路 会消除心脏缺血性症状或降低血压 使人体消除疲劳 精神愉快 缓解心慌心剂 九 走路可以保护环境 消除废气污染 对强健身体 提高身体免疫力 减少疾病 延年易受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十 走路可以增强消化线的分泌功能 促进胃肠 有规律的蠕动 增加食欲 对于防治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症 习惯性便秘等症状 都有良好的作用 走路快与走路慢的人 谁更长寿 你属于哪种类型 尽早了解一下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步速的快慢与寿命之间 有助一定的关系 步数高于每秒钟一米的人 寿命一般比平均预期寿命要长 而步数少于每秒钟0.6米的人 死亡的几率会更高 英国某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男性如果习惯慢走 会有64.3的平均预期寿命 女性如果习惯慢走 会有72.3的预期平均寿命 男性若习惯快走 将有达到85.2至86.5岁的平均预期寿命 女性若习惯快走 将有86.7至87.8岁的平均预期寿命 从这两个研究结果上 我们都可以看出 在平时走路速度快的人生命 或许会更长一些 这样的结果也有一定的依据之称 首先人家快走的时候 双脚的运动可以帮助改善神经操控状态 消除人的压力 舒缓情绪 从而改善睡眠质量 因此走路速度快的人更加积极乐观 此外走路速度快时 可以联系双腿肌肉 有利于身体消耗多余的脂肪 每天快步走半个小时 能够消除身体30%的热量 因此坚持快步走 能够起到很好的瘦身效果 可以预防因肥胖带来的多重疾病 作为一项比较简单的运动方式 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下来 对于人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不过在进行快步走时 一定要注意一些事情 免得步入走路误区 给身体带来伤害 快走之前一定要先热身 做一座扩展运动 做一座两腿拉伸的动作 可以使身体微微发热 这样快走起来 能达到更好的养生效果 快走时间不宜过长 且在快走40分钟后 不要突然停下 可以先散步7分钟 要给身体一个缓冲的过程 阅读延伸 从走路姿势看寿命长短 一 走路时手臂不摇摆 走路时人的双臂也会处于自然的摆动状态 左腿向前迈时脊柱会向右旋转 右臂也会随之摆动 如果在行走时手臂不摇摆 很有可能后背的移动性受到了限制 容易引起后被疼痛和受伤 二 走路时脚掌先拍打地面 健康的人走路时 首先是脚后跟接触地面 如果走路时先脚掌拍打 地面大多是因为其肌肉控制力量薄弱 很有可能是中风发作或锥肩盘突出压迫神经 引起了肌肉神经功能受损 三 走路时螺圈腿 专家认为 螺圈腿通常是由于膝关节炎造成的 大约85%的人或多或少患有这种骨科疾病 通常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骨骼损耗造成 如果情况过于严重 可以通过支架纠正 四 走路时内疤 85%的风湿性关节炎患者通常会表现出走路内疤字的步态 在医学上被称之为膝外翻或外翻足 表现为小腿无法伸直向外侧弯曲 这种步态非常与众不同 看上去笨拙 双膝并拢在一起 而怀关节外翻 五 走路时点脚尖 如果在走路时喜欢点住脚尖走路 大多数与肌肉紧张有关 当脊柱或大脑受到损伤时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刚学走路的小孩出现这种步态不用太过 担心如果一直如此 尽早带孩子去儿科就诊 进行排查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影片对您有所帮助 也希望您也可以帮助我 点赞和分享给您的朋友 他们会感谢你无私的关怀哦 有缘我们下一期线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